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微分方程式的应用 在我们这个领域,资讯电子领域怎么用 其实在电子比较多 在资讯微分方程式用的并不是算很多 但是资讯领域有另外一种很类似微分方程式的方程式 那个叫做动差生成函数 OK,那或生成函数 生成函数在几率统计里面就变动差生成函数 那这些东西其实跟微分方程式也都很像 但是生成函数你会在哪里学到呢 你们有一门必修课叫离散数学 照理讲里面应该要学到生成函数 如果那门没学到就是它的进阶的一门叫组合数学 但是我想你各位应该不会学组合数学 所以离散数学应该要教生成函数 那所以那个部分我们在微积分里面是不会看到的 但是你看到这个会推到那边会很像 因为离散的Case就会用生成函数来做 那连续的Case就会用那个微积分来做 好 那我们先来看电子电路为什么会跟微积分扯上关系 这里有一些很奇妙的东西在里面 那各位在学电子电路的时候 在静电直流的上面 直流电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好 满简单的 直流电的时候 往往我也不会需要电容 那我也不会需要电感 所以直流电的时候 你往往在分析的就只有电阻 没了 就是电阻 OK 那接下来就是原件 原件呢 有一个内阻 好 就没了 好 那就是直流电的时候 就是电阻的并连和串连 然后就 就有几个定理 对不对 第一个 V等于IR 这个叫什么定理 欧姆定律 对不对 欧姆定律 OK V等于IR 那 直流电的定理 其实用这个就很够了 因为并连和串连之后 然后还要再加上另外一个定理 叫克希和夫定律 克希和夫定律 流进一点的电流 一定会流出去 所以最后的总和一定是0 克希和夫定律 跟欧姆定律 OK 好 这是跟电阻比较有关的数学试 跟电流有关的数学试 电流是什么定义啊 电流的定义就是 单位时间内跑过的电子电量 对不对 单位时间内跑过的电量 那这些电都是电子造成的嘛 电子流嘛 OK 那事实上是反向因为电子是负电 OK 所以单位时间内跑过的电量 比如说一个导线 找一个切面 单位时间内从这个切面跑过的电量 就称为电流 OK 好 那这是电流 但是什么叫单位时间啊 以单位时间那是指一秒钟吗 一秒钟跑过的多少电流 如果那一秒 那一秒的电流是不稳定的呢 一下高一下低呢 那应该算哪一个 所以不能用一秒钟 对不对 那要用什么 一个无限小的时间内 通过的电量 相处 对吧 这个是无限小 DT 无限小的时间 这个你写成为积分 就是Limit ΔT 居近于0 ΔT分之ΔQ 对不对 那 直接写成为积分的 莱布尼茨算是 就是底T分之底Q OK 所以这在一个无限小的时间内 通过的电量 比例 OK 这个称为电流 好 那电 电容其实通常指的是这个C 那其实电容不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电容是一个系数 就是说每一个电容板都有一个电容系数 那它两边加上电压之后呢 OK 那会造成一个 一个容量 电子的容量 电的容量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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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容量 那 所以Q等于CV 就是两边加上 加上电压之后 会造成它有一个容量 那 对于 同样一个 电容而言 这个C是固定的 电压越大的话呢 能够储存的 电量就越多 那我们把两边都微分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我把Q对T做微分 OK 那V呢 也对T都做微分 那C因为是个常数 所以呢 就直接写上去 好 那V如果是变动的时候 底T分之底V是什么 底T分之底Q在这边有定义 就是I电流 所以底T分之底Q就是I 这是后面写I的原因 那 这边呢 变成底T分之底V 就是单位时间的电压变化量 OK 这单位时间的电压变化量 它 它会影响到流进电容的 的电子量 会影响到流进电容的电子量 好 另外一个 最 最难理解的 在 电 电子电路里面 几乎就只有这个 跟电厂有关 跟电厂有关 这个东西就是电感 OK 在电子电路里面 几乎我们只都是用电感来处理电厂 好 那 你要做变压 好 可以用电感 你要做通讯 好 传递讯号 可以用电感 好 那各位如果 好 有看过我们系上好像有一门课叫做RFID 好 RFID其实只是一个小装置而已 就是你的那个 晶片卡 信用卡或之类的那种IC卡 你的IC卡里面其实都有绕一个线圈 也就是电感 好 那 你的IC卡的里面的电感呢 可以让 当它发送磁场的时候 会让那个电感 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然后再把 你IC卡里面的一个 代码 给传出来 根据那个代码确认 是你这张IC卡 然后呢 验证之后 再让你输入密码 OK 所以 IC卡里面其实 主要就是一个电感 这叫RFID 不容易破解 因为那个是烧死在里面的 而且每一张不一样 那你如果要把它破解 你把它磨掉的话 它会坏掉 所以不容易破解 所以相对 会用这个东西来做 做金钱交易 是有它的道理 OK 那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 不能破解 要看 要看就是 你的状况 但是他们通常破解 不会去磨那根 不会去磨IC卡 它通常 破解的话呢 会 会 又从密码下手 所以 这边 这边通常不会是 不会是 因为那个硬体双 是被破解的原因 比较少 那尾卡倒是有可能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你的码 我再反向稍微一次 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尾卡会 会有 但是因为现在又有加密 加了密之后 你 你即使要推回 它的原本的代码 也会变得不容易 好 那所以这是 这是我们看到一些 你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电容 接下来讲电感 但是没讲电感的公式 电感的公式是说 这个V叫做感应电动式 EMF 那就是电磁力 电磁力 那EMF感应电动式呢 它是由电感的大小 然后乘以底T分子底I 底I是怎么意思呢 电流的变化量 底T分子底I是电流的变化 当电流很稳定 就是说我一直都是1A的时候 这样电感的感应电动式会是0 但是呢 只要电流变化的时候 电感里面就会储存很大的电压 电流变化的越快 电感里面储存的电压就会越大 那这一点其实我们之前有给各位看过上礼拜的那个影片 法拉第实验就是在讲这件事 法拉第实验他是不是把那个就是磁铁放到一个线圈里面 然后抽出来的时候那个安培剂会动 OK 那个代表的就是电感里面电流变化会引起感应电动式的这个事情 那那个线圈呢 其实就是电感 OK 当你把磁铁放进去 那会由此感应到成电流 那同样的你电流的变化呢 也会产生电压 那这个 这个是电感在电路里面主要的 的顺势 好 那这些是一些电子元件的符号 各位不知道认不认识 这个是二极体 这是电容 两个平行板的电容 二极体有方向 所以用一个三角形 那这个是那个电感 电感就是线圈 这个好像闪电的这个是电阻 电阻 那这个呢 一长一短的是电池 电池 直流电的电池会化成一长一短 那交流电的话 画一个圈圈 然后里面好像有一个三影波 这是交流电的电源 OK 那接下来这边 这边都是类比电路符号 类比电路符号 这边呢 是数位电路符号 好 那数位电路符号 各位学数位逻辑了没 正学起在学是不是 OK 那这个应该各位都看得懂 数位电路符号 但是我们 我们现在微积分 比较有关的 即使是这一排的 你数位逻辑要么就是零 要么就是一 没什么好微积分的 0和一不用微积分 但是呢 在这边就比较复杂了 OK 所以数位的比较简单 所以念资讯领域 其实感觉是比较简单的 他不用跟这种微分方程打交道 但是你一旦念到电子领域的话 你就要跟微分方程打交道 OK 那这是各位 未来你要学哪边 不一定的啦 因为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喜欢 呃 城市领域的东西 那他会跟微分方程打到交道的机会 就比较少 但是有些人喜欢做硬体 那喜欢硬体的东西 其实如果你是做一般性的机器人 其实也还很少跟微分方程打交道 但是如果你要做那个通讯领域的东西 那如果你用现成的元件 那也不用跟他打交道 现成的元件就是 我怎么样输入 数位进去 他就直接帮我转类比 类比丢出去 电磁波 电磁波再收到 又再转转回数位 我全部都在处理数位的时候 我就不会需要微积分 但是呢 如果今天我是要去做那个发送模组 接收模组 那我就需要微积分 网路卡 那部分我就需要微积分 因为那部分 牵涉到的是类比技术 而不只是数位技术 好 那这是电子电路 那当你看到这些公式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OK 我们在哪边会用到微分方程 这里 我们看这里是交流电的电流源 对不对 那AC circuit AC analog circuit 就是交流电的电流源 那这边有一个电阻 OK 这个应该很简单 对不对 交流电的电流源 这边有个电阻 那电压呢 这是交流电的电压 好 绿色的 交流电的电压 好 那它的电 电流会是怎么样呢 电流根据那个欧姆定律 所以V等YR 所以V等YR 它一定是成一个倍数关系的 所以这里的绿色跟红色之间会差一个常数 差一个常数 就是电阻 OK 好 所以交流电的部分 只有一个电阻的情况 其实就是放大或缩小 就是 就是电压跟电流之间 就是有一个差常数倍的关系 但是事实上你不能说它放大了 也没有不能说它缩小 因为一个是电压 一个是电流嘛 所以没有放大很缩小的 的意思 只是画在图上 两个放在一起 其实是 是不同的东西 好 但是呢 如果今天 我今天这个交流电 我放的是一个电感 它会怎么样呢 刚刚我们有看到一个公式 电感 是V等L 底T分之底I 所以呢 当电流变化的时候才会引起电压 电流不变化 电压就是零 电流如果是稳定的 电压就是零 所以在什么时候 电流什么时候是稳定不变化的呢 你看这个最上面的堆点是水平的水平线是不变化的 所以最上面这一点它的电压就是零 所以你会看到我这个最高它反而最低 那我最我这个最在零的地方的时候呢 这个反而就就变得负质很大 那如果我上升回来呢 OK 上升回来 就是这上升回来 这个就变最高了 所以它两个之间呢 会有一个相位差 那这是电感 跟电感所造成的电流电压之间的关系 OK 那这很特别哦 因为它等于是说 让让这一个电感其实有一点延迟的效果 把你的波形给延迟了 有这种感觉 OK 好 那如果放个电容呢 结果也会跟电感很类似 因为当我这一个波形进来的时候 OK 在正电的时候我会充电 那在复电的时候呢 我们会放电 OK 就是 就是一边充 然后呢 下一个周期就放电 那 那在下一个周期就充电 在下一个周期就放电 应该说半周期 那所以它是充电放电充电放电的那种 那种状况 持续对电容运作 那所以电容的两边的电压呢 会决定了 它 那就是说两边的电压会决定说 它到底现在是充电还是放电 那如果是正电压的话呢 那就是会充电 负电压就会放电 好 那所以它也是会有一个延迟的情况 就是跟电压跟电压 就是跟电压跟电流之间会有一个延迟的情况 好 好 好 那 这边来看一下这个电路 这是RC电路 有一个R 好 有一个C R是电阻 C是电容 OK 好 那RC电路呢 在 不管什么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说 经过这个 假如它这边电压是 是一个封闭回路 假如它是一个 就是 就是这边V 这边V的关系是 我只有一个电阻 和一个电容 好 那电容的两端 你量到一个电压是VC VC 好 那输入呢 的电压是VIN 好 那在 这样的关系 其实比较像一个开放电路 但是我们现在这一个呢 描述的是 一个封闭电路 来 OK 像这样 如果今天呢 有一个R 有一个R 然后呢 有这一个电阻 在这边有一个电容 那 这里接一个电池的情况之下 这是充电 对吧 充电 那充电一开始充的时候呢 它会慢慢上升 好 一开始充上升的比较快 因为一开始协力比较大 因为一开始的 两边电压比较大 但是电 电容里面本身的电压是小的 所以一个大的压力 压在一个小的东西上面 就会冲很快 那 所以这边就会冲很快 那 等到 到末期的时候呢 这个电容上面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就好像水已经快满了 你要冲就冲不进去 所以它就变得很慢 OK 这一条曲线是什么 这一条曲线就是微分方程式的解 那这个微分方程式长什么样 这个微分方程式就是上面的这个 这个 微分方程式 这样看懂了吗 OK 所以它会慢慢冲上去 放电的时候会慢慢放下来 这微分方程式的解 好 那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公式是像这个样子的 RC电路的 1-1的负T四方 除以RC 这是 充电的时候 OK 好 那放电的时候呢 就反过来 是慢慢放 所以是 V乘以1的负T四方 除以RC 这是放电的时候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这是 RC电路 外面再接一个装置 那这个会这样子 一边放一边冲 一边放一边冲 这样子 那所以不会回到零 好 那如果你今天是 一个电阻加上一个电杆 去变RL电路 那RL电路呢 通常不是用在直流上面 通常会用在交流上面 好 那这边是RL电路的情况 RL电路的情况 那这边所示范的是直流的情况 直流的情况比较单纯 那交流的情况会比较复杂 交流的输入通常就是像Sign波这样的波形 好 直流的情况就是电感里面的 的那个 感抗啊 就是在变化 变化最快的时候 就是一开始电流的变化最快的时候呢 它会变大 那到最后呢 电流 电流稳定了之后呢 那个电感的 感抗就没了 好 那 这个是 LLC电路 那如果你把电感和电容放在一起 然后里面呢 给它一个 悬波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震荡 震荡 然后呢 一下子呢 电感的 的 一下子电容的那个两边压力比较大 一下子 电感两边的压力比较大 那如果这个是理想状况的话 那它会无穷震荡 好 那你除了你看这都小小几个元件 都是单一个 电容 电感 电阻 都是单一个 但是它变化其实蛮多的 我可以串联 我可以并联 那如果有另外一个是R的话 那RLC之间就可以RL串联 然后呢 LC并联之类的 像这样子 就很多排列组合 好 那最后呢 也有可能是RLC通通都放在 一起 好 那这一个 这一个电路 它的微分方程 就会变得相对复杂 好 如果RLC通通都放在一起 它的微分方程 就会变得相对复杂了 好 那这里是一个真实的图 哦 这里是电感 这个是电阻 这个是电容 好 那它的波形可能就会变成这么复杂 那这种 这种 你如果要做精确的分析的话 就必须要用微分方程式来做 那另外一种方法是 我根本就不分析 我直接跑模拟 用电脑去模拟它 到底波形会长怎么样啊 它写Spice程式 它帮你跑出来 Spice程式帮你跑出来 最后就会给你一张图 诶 有人在场 有人学过Spice吗 SPICE 没有 OK 那 这个东西我们系上学不到 那电子系应该会有教 比较偏在电子学 电子学的时候 电子实验的时候 往往会用Spice 先用电脑来模拟 那让你了解原理 然后再去做真正的实验 那这个就是RLC放在一起 而且放一个交流电波 放一个交流电源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说 OK 这个行为其实是有点复杂 RLC也可以串联 也可以并联 也可以两个 有串联有并联 像这样 那这里你就会看到 OK 这里是比较不典型的 R跟L并串联 再跟C并联 那这边是 R跟C并联 再跟L串联 那产生的效果都会不一样 那这就是电路分析里面会用到的 那所以工程数学 在我们这核大楼有四个科系 一个是土木系 它们比较用不到属于电路的部分 电子系的话 它们几乎就要用这个 而且它很熟 因为它们主要学这个东西 电路学里面要用到 那之工系呢 如果你做数位的部分 大概这个就用不到 如果你做 做类比的部分 这边就会用到 那食品系 那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不同的领域 各位好像 各位的一年级 现在是学物理 不是啊 化学跟微积分 化学跟微积分 有学生物吗 啊 你们学到生化学 哦 你们学生物跟化学 哦 生物化学选一个 二选一吗 OK 下学期还有一个物理就对了 OKOK 了解 那如果是物理的话 其实物理里面通常会有一张 讲这个东西 但是不会讲的很详细 甚至很详细的 还是在电路分析 你们会去讲 那这边其实就有 绿波器 其实 其实各式各样的绿波器 其实它的理论 都用到微分方程 而且蛮复杂 哦 OK 好 那像这样好了啦 你可以看到 这是最 最常看到的 这是Transformer Transformer是变形金刚 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电感 那 Transformer呢 这个变感因为它有感应电动式嘛 所以就会造成另外这边也被感应 那感应了之后呢 就可以做变压 变压 这Transformer主要是变压的意思 那接下来呢 又碰到线圈 线圈的话呢 因为 因为如果你今天进来的是一个悬波 Sign or Cosign之类的这种悬波 那它震荡的结果呢 就会产生电磁波 电磁波发射出去呢 OK 接下来这边是一个 是一个天线 那天线呢 会感应到你的电磁波之后呢 会震荡 震荡之后呢 你把那震荡的电波再解读出来 那就会 就会解回来那个讯号 那这里其实是 我觉得这里其实是 是相当难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 弄得很清楚的话 通常是电子系专门的人 即使学了四年 通常还是搞不清楚 这里面有牵涉到 电学 电子学 电路学 那电磁学 尤其是电磁学 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电磁学真的很难 我们能够做 电磁通讯的人才 其实是不多的 即使它是念电子的 其实也是一样 其实能够做 通讯的人才真的很少 那 不完全只是数学的原因 其实数学往往 还 还 一小部分 但是你的食物的那些经验 在台湾有 台湾的 台湾的那个电磁通讯发展的不好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在我高中之前是戒严时代 戒严时代 如果你去玩那个 玩那个火腿猪 是犯法的 火腿猪啊 不知道什么叫火腿猪 就是在戒严时代 你去玩电磁波是犯法的 所以那个时代没有办法玩这种东西 所以台湾这方面的人才在那个时代其实是被锁住了 但是那没有多少人啊 全面性就是要靠兴趣者去玩 那兴趣者在戒严时代 玩这个是要偷偷玩 他是不能够上台面的 那现在即使你玩你还是要很小心不要去冲到人家的频道之类的 那这种在国外就有比较多 因为他们很多国家是一直都是合法可以玩这个东西的 所以他们的人才相对就比较多 那你如果只是学理论 没有办法实际去玩的话 那也会不晓得在做什么 那现在其实玩程式的人也开始玩到这一块 我给各位稍微看一下一个东西 Gnude Radio这是一个软体 这个软体呢搭配简单的那个天线棒 它可以搜各式各样空气中所有的电磁波讯息 然后解读出来 它会把WiFi啊什么GPS啊GPRS啊那些东西的讯息 通通都收进来 3G的通通都收进来 那目前它好像还没有到3G的部分 所以现在做程式的人你也可以透过像Gnude Radio这样一套软体去玩电磁波 只要插一个简单的支援Gnude Radio的接收棒就可以了 那传送端它这边好像还比较弱 如果如果传送端也可以玩的话那就要小心一点 否则你弄一个很强的电磁场就把人家全部盖台 那这个不过那个也比较贵 因为你要接收不需要太多功率 那传送就要很大的功率 你可能要在自己家 他如果住在101大楼楼上 然后给他挂一个超大的那个发射台 那就可以把整个台北市盖台 那当然没有很少人会这样玩 那不过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Gnude Radio 如果你真的对电磁波有兴趣 这个软体很值得去玩 那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OK电磁波的部分 那这里有一些电磁波的示意图 就是说如果一条长指导线有电流流过 其实它周围会有圆形的磁场 那圆形磁场的方向呢 就是你用安培右手定折可以确定下来 那这样的磁场 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稳定的电流 而是一个交流电的话 那一条导线其实就会产生电磁波 交流电在一条导线上就会产生电磁波 而且这个波的方向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根据安培右手定折可以找出来的方向 那是跟长指导线水平的 这个是磁场方向 那电场方向呢 就是这个跟长指导线水平的 就是一样的方向的这一个 这是电场的方向 那电场跟磁场两个垂直 会垂直 那这边呢 这个示意图是说呢 一般来讲我们电磁波 如果用它原本的频率去发 其实发不了多远 就会停了 因为这个 这个一般的 比如说声音 声音的频率只有44k而已 44k的电磁波 其实你发不远的 那所以通常你会用载波 把它用一个很密的载波 然后再去发射 那这个很密的载波呢 其实它如果是以调 调幅的情况之下 就是把它的正幅调整 就像这个样子 但是它因为那个波很密 所以呢 它发射出去之后 你最后把正幅再解回来 就可以了 但是这种方法呢 比较不稳定 这调幅的方法比较不稳定 因为如果万一有杂讯 有干扰 它这边缺一脚 那边缺一脚 就会产生问题 那所以呢 后来就发展出调频的方法 调频的方法 同样是这样一个波 但是它就不再适用 不再适用那个正幅的大小来 来做传递的 它是直接根据这个波的高度 用疏密疏密的形式 它越高的话我就越密 然后越低的话我就越疏 那这种疏密波的形式来传 那这种就比较不容易受到 稍微这边多了一脚 那边少了一脚的干扰 因为它的大小是一致的 那但是 这种调频的 电磁波机 是在当时被发明的时候 这个发明的人应该叫阿姆斯状 阿姆斯状不是登陆月球那个 那这个阿姆斯状很悲惨 他被那个RCA这家公司 他原本是RCA这家公司的员工 然后他发明了 发明了调频的技术之后 RCA当时是全世界算蛮大的一个 一个电台的那个设备啊 之类的那种制造啊 的厂商 那后来呢 这个阿姆斯状从 从RCA 本来他提给RCA说 我们可以把调幅改成调频 之后那个声音会清楚很多 然后品质会好很多 那RCA虽然知道 但是他觉得 我现在主要的设备都投资在 调幅上面了 那你突然叫我用调频 我其实没有好处 只会付出一堆设备更新经费而已 所以他不愿意更新 不愿意更新的结果 后来 后来阿姆斯状就决定说 那他要出去自己弄调频的公司 那所以他也申请了 这个调频的专利 然后 然后后来 跟RCA之间就有一堆的专利诉讼 那最后呢 这个阿姆斯状 让这个人 因为跟RCA长年的禅宋 负债累累 然后 因为要请律师之类的 这个 然后又被 最后其实阿姆斯状 到最后他破产 从13楼跳下来死了 OK 那这个故事是有 有很多书都有记载 我稍微看一下 我这边其实 我印象中 我有贴下来一段 那个是从 从一个 也是一样 免费的电子书上面 找出来 那这个是OK 好 这里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例子好了 调频的部分 广播 不对 不是这个 有线电视 调频 调频无线广播发明人阿姆斯状 与RCA的抗争故事 在这里有 那 这个不是我写的 这个是从 一本叫自由文化的 开放原始码的电子出来 那 他呢在 在爱迪生 之后 其实 他算是非常重要的发明家 那 他本来是书本庄定商的学徒 后来 他 他 跟着 因为法拉第的关系 所以他受到一些影响 然后 他就开始 一直做那个调频 就是 就是无线通讯的部分 那 他 展示 1935年 他展示了一个技术 就是用 调幅 收音机 然后 来 来接收 那 会发现说 他 非常的清楚 那 比起调频的部分 清楚很多 那 所以他后来呢 他在 原本就在 RCA工作 那 RCA 他是调幅广播里面 非常大的一个公司 所以 在1935年美国有几千家广播公司 那 几乎都被垄断 那 RCA是里面 最大的一个 那 RCA的主席呢 就 他是阿姆斯庄的朋友 他非常期望阿姆斯庄能够消除调幅广播上静电干扰的办法 为什么 因为调幅就是你稍微受到一点影响 他那个阵幅是回不来的 所以他会有不稳定的问题 所以当阿姆斯庄发展出调频的时候呢 这个RCA的主席就非常兴奋 但他看了阿姆斯庄的结果 他觉得说 这根本不是我要的 因为你 你根本就发明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传输方法 那我们的所有设备都要改 那 阿姆斯庄的发明明显就威胁到了RCA的调幅广播的这一个帝国 那时候RCA就像现在的或许像苹果微软之类的这么强 那调频广播确实比较不容易受到杂讯干扰 但是呢 他为了 为了要跟RCA对抗 那其实是很难的 一个人要跟一家非常大的公司对抗 那RCA就不理他就说 好那你这项东西有用 但是我们不生产 就 就把它冰起来 那 会发明东西的人 其实通常都会希望自己的东西可以 可以被上去真的用 那所以RCA就开始 利用政府的力量来拖延这个调频广播的安装 那 甚至他聘雇了FCC的负责人 FCC就像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NCC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呢 中华电聘的NCC的负责人 会不会被人家检举 OK 会的 那当时1936年 这个东西 这种事情在美国的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在整个科技发展史上也屡见不鲜 所以 你说你发明一个很好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 专利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各位千万不要觉得说OK 我发明了一个东西然后呢 就会多好 其实那是往往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有时候是很惨 阿姆斯壮就是一个例子 那他在 在一开始 一开始RCA其实没有办法影响太深 但是因为二次大战的关系 RCA的 大家都去注意二次大战 没有人注意到RCA有什么手段 所以 后来呢 FCC就宣布了一系列的政策 让调评广播陷入困境 那 结果 为了在评段上面 他就 就整个把持住 不分任何评段给调评广播嘛 那 结果调评广播 后来就被移到全新的评段了 那又被削减 最后呢 有看到 RCA拒绝支付专利使用费 然后 阿姆斯壮已经打了六年的官司了 你知道打六年的官司 要花的律师费有多少 那 最后 专利已经都要过期 已经过了 因为二十年专利就会过期了 这专利 过期 的时候 RCA给他一个非常低价的和解 完全不足以付他的律师费 所以在1945年的时候 刚好大战已经结束了 结果他从13楼跳下来 死了 OK 好 那这就是阿姆斯壮 调评发明人的故事 好 那所以我们 从这个 这个 维基分讲到 调评发明人 讲到阿姆斯壮的故事 好 那 这 这个 世界往往就是这样 那 大概我们今天上的课 主要的部分 就先看到这里 下一堂课 我们就来做练习 维分方程 怎么解 找几题 来练习 葱